日前國家文化和旅遊報發出公告指 影聯和有關部門建立了跨境賭博旅遊目的地黑名單制度 將對內地居民前往黑名單中的境外城市和景區採取限制措施 對於黑名單的建立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相信 這個舉措是中央避免國內資金流到其他國家 而對於同屬境外的澳門來說 多數應該會有一定影響 但是去到一個狀況 如果太多的錢流入澳門 亦都是對內地構成影響的時候 反過來澳門又會受影響 所以現在這件事我覺得不是完全好話 亦都不是一件真的好的事 而是看到北京想利用這些方法 去調控有多少錢流入、流出國家 甚至流出境外 包括澳門 所以第一步就是避免太多資金流出國外 第二就是如果太多資金流不到國外 但是流出境外 包括港澳 簡單來說 但是澳門是賭場的時候 變成這樣也會受影響 所以現在是估計不到澳門的影響會有多大 但是我看的狀況就是中性一點 但是我相信也會比較負面一點 但是就不是真的完全很負面 這個是真的針對澳門 我覺得這個未必完全是 但是它有一個風險就是 去到一個狀況就是太多錢流入 澳門就一定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對於國內推出各項資金管制政策 澳門負責任博彩協會理事長宋偉傑指出 相關政策的出台 未來將會對賭廳的客戶有更多限制 特別是過往喜歡豪賭的人士 不排除會令他們的消費意欲降低 導致賭廳收益為縮 我想未來中場和貴賓廳之間 可能那個比例會越來越拉近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基本上現在貴賓廳和中場的比例 已經是差不多 但是其實會不會之後再超越了貴賓廳呢 我想這個都應該很有機會 因為特別隨著那個資金管制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貴賓廳的客戶 不能帶太多的資金下來 那其實究竟他們可以在那個消費上面 可以有多少呢 變成了可能中場的客戶 很特別隨著自由行再重新開放 那其實這個都會可能帶動到中場客 那個數字會增加的 那其實會形成了可能會慢慢 中場會比貴賓廳會更加 那個數字更加多 但是我們看回這個數字 不會是因為中場突然之間 有一個很急速的升幅 而令到它的比例去超越貴賓廳 而貴賓廳因為貴賓廳的萎縮 和中場的可能輕微的增幅 而去形成到這種格局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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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